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来到大波旗皇朝秘史。 上期视频和大家聊了东汉王朝的十四位皇帝, 本期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三国时期曹魏的五位皇帝。 曹魏是三国时期割据政权之一,是三国之中最强大的国家。 从公元220年12月11日至公元266年2月8日, 蒋国45年,共传五帝。 这一位是魏武帝曹操,自梦德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。 曹操的祖父曹腾,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中的一员, 汉相国曹三的后人。 父亲曹松聚考本姓夏侯,后成为曹腾养子并改姓继承侯爵。 曹操小名阿满,吉利,配过侨人,进安徽省伯州市。 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,军事家,文学家,诗人。 在政治军事方面,曹操消灭了众多割据势力, 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, 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, 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。 文学方面,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。 曹批,曹之为代表的建安文学, 史称建安封古,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。 严格来讲曹操在世期间并未称帝, 因此曹魏武帝,曹操并不在其中。 魏朝建立后,曹操被尊为武皇帝,妙号太祖。 这一位就是曹魏的第一位皇帝,魏文帝曹批, 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的文学家、政治家,曹魏的开国皇帝, 公元二二零至二二六年在位,妙号高祖辞职通建座侍族, 世号文皇帝即位文帝,次次还, 配国侨人及安徽省伯州市,魏武帝曹操于武宣变皇后的长子。 曹操逝世后,曹批四位为丞相,魏王。 公元二二零年十月更五日,费汉先帝而自立为帝, 改国号魏,实称曹魏,改元皇初,将都城由许昌千至洛阳, 为魏国的开国君王,也是三国中第一个称帝的君主。 在魏,七年,并死,终年四十岁, 葬于守阳陵及今天的河南省勉池县守阳山南。 这位是曹魏的第二位皇帝,魏明帝曹瑞, 自元仲,魏文帝曹批长子,其母真皇后,汉族。 魏文帝死后皇初七年,即公元二百二十六年五月丁四日即位, 公元二二六至二三九年在位, 竟初三年正月初一丁亥日, 即二三九年一月二十二日逝世于洛阳家福殿, 在位一三年,享年三十六岁, 葬于高平陵金河南省洛阳市东南大石山, 曹瑞死后十号魏明帝。 曹芳自兰清,三国时期曹魏的第三任皇帝, 公元二三九至二五四年在位, 魏魏明帝曹瑞之养子,根据魏氏春秋记载, 曹芳应该是任成王曹凯之子。 魏,青龙三年, 封为齐王,公元二百三十九年被立位太子, 当年登齐其地位,年仅八岁。 改年,昊景初,公元二百四十年改年昊威正式, 即位后由大将军曹爽, 太魏司马懿共同辅政。 魏,正是十年级公元二百四十九年,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, 杀死曹爽之后灭三族, 独掌军国大权,改年昊为嘉平。 司马懿死后, 其次司马师把是朝政, 曹芳联和李峰,张基, 夏侯玄等意图霸除司马师, 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。 三人被司马师搜出一代赵, 腰斩灭祖。 公元二百五十四年, 曹芳被司马师废去帝号, 贬为齐王,令立曹毛为帝。 司马师,司马昭相继掌权, 晋国立国后, 封为少林献功,死后是立功。 曹芳,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, 公元二五四至二六零年在位。 自演是, 卫文帝曹丕之孙。 公元二百五十四年, 司马师废掉魏国皇帝曹芳, 十二岁的曹芳被立为帝, 改元正元。 曹芳年幼, 只是一个傀儡, 实权先后由司马师和司马昭掌握。 司马昭专横跋扈, 朝政腐败, 国事衰弱, 魏国国内一片黑暗, 时有司马昭之心, 路人皆知之语。 魏元帝习曹焕, 本明皇, 自景明曹操之孙, 曹芳之子, 奉魏明帝曹芮之四。 三国时曹魏第五任皇帝, 也是最后一代皇帝, 公元二百六十年至二百六十五年在位。 他从二百六十年继位到二百六十五年, 禅位于司马炎共在位六年, 此后被废为陈流王, 嗜号为元帝。 下面为朋友们理顺一下曹魏皇帝的谱系, 首先第一位皇帝魏文帝曹丕, 为曹操之子。 第二位皇帝魏明帝曹芮, 为曹丕之子曹操之孙。 第三位皇帝曹芳, 为魏明帝曹芮之阳子。 第四位皇帝曹芒为魏文帝曹丕之孙, 其父曹丕之子曹林。 第五位皇帝魏元帝曹焕, 元明曹皇, 是魏曹操之孙, 其父曹羽为曹操之子, 魏文帝曹丕之兄弟。 但奉魏明帝曹芮之四, 登基前皇太后过世及明元郭皇后, 魏明帝曹芮之皇后下诏让曹皇改名为曹幻。 至此, 三国曹魏的五位皇帝就和朋友们聊完了。 下一期和朋友们聊一下三国蜀汉的两位皇帝。 喜欢的朋友, 关注、订阅、点赞吧, 谢谢大家。 并且赞吧, 微信和五位皇帝。